新莊的這家醫院 一大早不少長輩來接種 都是因為接到里長通知 免預約就能打 而且還是不少人想要的莫德納 本來有預約還是 沒有沒有 是附近有通知對不對 警線打第一劑 你不用預約 只要是45年次的 這是為了消耗莫德納 極其品嗎 但明明新北市府27號才說 莫德納都被預約了 不會打不完 那現在怎麼還有廣播 要民眾趕快來 不過被報施打不符規定的 還有這 往後被抬 往後被抬 或許是也擔心再被罵 班橋中醫院30號 按照唐鳳系統讓民眾施打 但前一天可是里長光播放送 要民眾免預約快去打 但這怪怪的吧 因為不管用網路或是請託里長 不是都該先電話預約嗎 他是要打完 OK 那我就打 他今天不來就明天打 不是一樣嗎 院長也隨即發內部信表示了解 同仁努力不該被獵巫 請大家別灰心 只是沒預約的 約打了200多次 院方指示第三輪到第四輪 29號空窗期 但對象都符合規定 不過市府這漏洞不只一桩 新北市政府針對疫苗可以說是大開後門大放送 所以回歸問題的本質 真正台灣真正的問題 國人已經接受疫苗不足 一直在操作的朋友 不要把這些打疫苗的市民朋友 他都是50歲以上符合資格的 達成他有特權 但卻有板橋診所醫師反向 這樣是因為新北市府讓里長拉人去接種站 導致配發疫苗不足 預約診所的人不來 禪計剩一堆 批新北市府自私 也難怪蘇魁要喊 疫苗不按炫續打 再多都不夠 TVBS宣洪福華里 祝恆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